如佛居栏一名六个月大的婴儿腹部和背部 出现多个红种的牙齿印 母亲怀疑宝宝可能是被保姆三岁的孩子咬伤 立刻报警处理 居栏警区主任巴丁昨晚发文告表示 警方是在1月10号傍晚5点半 接到一名女子的投报 控诉保姆的孩子咬伤她的宝宝 这位母亲提供的照片显示 宝宝腹部和背部至少有7个明显的牙齿印 警方已经鉴定了保姆的身份 是一名20多岁的本地女子 会尽快传照她问话 当局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第31-1-A 疏忽照顾孩子 导致孩子暴露在危险中条文调查案件 一旦继承可被判监禁20年合罚款 或两者监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